行了 我说老田 承蒙你盛庭招待 虽然没抓着土把露 但是兄弟我呢 吃的也是酒足饭饱了 新妮啊 你这手艺是不错呀 新姑爷 你可是找了一个 能干的好媳妇啊 有狗服 记着啊 以后可不敢不对媳妇好 你要是敢对媳妇不好 叔我可不答应你 叔 您放心 以后俺一定对媳妇好 俺不但要对媳妇好 还要好好孝顺俺爹 是不是爹 这说不说两句吧 这酒仙得弄啊 老田 这新姑爷说句话你 还端上架子呢你看 王后还请多多管兆啊 多多管兆啊 一定一定 那我就打到回府了 俺 俺送送您 爹 喝那么多酒别再摔着 俺送就行了 俺送叔 还是俺送吧 你们都喝酒吧 你看这新姑爷多会说话呀 老田 咱们又不是外人 就不用来这一套了 走了 好 什么 叔 慢走 好 张管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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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叫了你几身爹 这么快就改口了 俺那个爷爷呀 您就守回去吧 您叫俺爹 俺守不弃呀 我行 我起来坐着说话 好 好 好 亏你还是个中国人 都递鬼子做起事来了 想当汉奸是吧 不是不是 那都是 不是 刚才这个荒泄局的这个党管呢 他叫陈足寿 嫌欠俺俩就认识 可不 他说他要太去安 让俺给归子做事 也不干不干哪 那你跟我说说 你都替他们干过些什么 也就是 替他们垂垂量实 都是想礼想琴了 俺也没有害过谁呀 今天碰上张管你们了 俺都是主佑蒙了心了 俺想保个心理个鼓 幸亏你们没有事啊 你们要是有个散畅亮端 那俺天有事 这一辈子心都不安哪 行行行行行 说过书还是唱过戏啊 讲得那么好听 这绝对都是真事了 俺搞我们报完信啊 俺就后悔了 俺就逮着他们啊 在村里挟溜了一拳 俺想呢 请他们来家里吃顿饭 大发租就完事了 可是没有想到 你们也坏到俺家 你 你说 哎呀 没有事啊 华鲁军从来不做 没有把握的事 刚才幸亏你没动歪心眼 要不然这屋子的人 都出不去 知道这叫什么吗 爷爷呀 你绕了俺妈 俺说了都是真话呀 我绝对没有半点佳话呀 俺要是有板具佳话 那赵哥生子把俺累死算了 给俺留个全十啊 坐着说话 你看你那样子怪吓人哪 坐着说 我问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爷爷 我说两句啊 这个大日本皇军来我们中国 是帮助我们建立 大东亚共荣圈的 可是有一些不识好歹的人 非要和人皇军作对 今天 我们就是想让你们帮助我们 找出这些人来 你们听明白没有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我说 把他们拖出来几个 给我打 喂 陈总 你这样是没有用的 还会耽误我们的时间 那 太军的意思 对 我 有血 告诉他们 凡是和八路有联系的 就是这个下场 这里发现十名同匪的奸细 已经全部被处决了 陈总 是 我们去下一个村子 是 凯罗 是 有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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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葵 队长 你回来了 哎呀 这比打鬼子还累啊 队长 当心女学还能累 下回再有这样的事 让你鲁大鬼上 你试试 哎呦 队长 难说错了行吧 你饶了难吧你 你给珊瑚打冷水 用毛巾敷头了没有 刚敷着 怎么样了 还那样 这要理清久在就好了 是啊 你咋喝这么多呀 不喝不行啊 他那个三舅 偏说自己是武松短顺 吃什么喝了十八碗 也能打腐的好汉 我要不喝 我要不喝 我怕他把我当老虎打呀 哎呀 你喝点水 醒醒酒 不醒也得醒啊 明天一大早 去周朕 你看这饲酒 每天早晚隔一次 给他清洗家绳口 吴大哥 你放心 俺好好照顾三胡哥 他一定能好的 天扬将 哎 每天这么用你这烧酒 不会心疼吗 哎呀 口风可得拔紧了 这消息一旦传出去 后果 您应该知道 哎呀 哪儿弄了呀 哪儿弄了呀 吴长官 俺这是不放心俺哪 哎呀 俺闺女 给你们 已经甩一根儿生上了 俺总不能 出门领寻思路吧 好 我相信你 大魁 走 队长 来送你 哎 你两个人 两个人 两个人 丢了 丢了见他们找他 快去 老总 你就是田有盛的女婿是吧 老总认得我 陈团长早交代过 说你今天会过的 来 来 哎 哎 哎 最近城里头风生紧 没事可别瞎出来溜达 要是招灾惹祸闹到皇军手里边 就是陈团长也保不住你 知道吗 那是那是 老总放心 俺是老老实实的良民 看你也像个良民那样 谁让陈团长和你老丈人有交情呢 咱们也是自己人不是吗 是是是是 要是遇上盘查的 就报陈团长的名字 哥几个谁一副难为你 知道吗 好好好 来 进去吧 老总费心了 来 来 下一个 怎么 有人受伤了 爸 我兄弟 磕伤了 村里郎中说 染了血毒 兄弟 你这方子我可不敢给抓药啊 为什么 掌柜的 一者有父母之心呢 兄弟啊 我不管你什么来头 像他掉脑袋这事 俺的平常老百姓 可不敢往上操我 那你知道这周震 哪儿还有能治这伤的郎中 我不敢治 别人他也没这胆子啊 我劝你啊 还是省点力气吧 郝总 不送了 你这颗梦子 都他们愿意 你这瓶梦子都他们愿意 这颗梦子都能把握她 你这颗梦子都不能较 你老跟我厉害什么 我要杀的是五中意 又不是魏三虎 他妈还说 来啊 好了好了 别吵了 这还有病人呢 三虎 三虎 你醒了 三虎 你醒了 他怎么个酿啊 这 这 这是烫出会儿了呀 姓吕的 我三虎哥没事 你也没事 我三虎哥但凡有点事 我要不弄死你 我他妈不醒了 我说了 你弄不了 我说我 我都知道 他只给你 如果你有什么 你不应该就这么 一个人 不但有些人 共产者 是 谢谢 我 这 这 你的 有 祝福 就是 来 黄姑娘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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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 小鬼就拼了 喂 走 快快 大小姐 大小姐 走 吴正义 吴正义 铁姑娘 我可算是找着你了 你找我干什么 你来说干吗呀 我有个战友受了伤 我再给他找药 没想到外达正常 看见了贵方的标记 我就找过来了 难得你还记得我爹那条铁边 吴大哥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过去看看 一三千里来了 里面请啊 那天人 一三千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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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请啊 那天人 一三千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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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McMahon 苦瓜 男人逛 culturally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啊 这儿也能熏巴巴的吗 顾湘 爹 顾湘是谁啊 你在这儿干吗呢 你在这儿干吗呢 我那个那个那个 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你别管我跑这儿来干吗 你先告诉我你在这儿干吗呢 还管你爹来了 你逃跑的事 我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我逃跑 我咋跑了 我咋跑了 我跑了我还来找你干啥 我就是要看看啊 你在这儿我地方干什么呢 我是你爹呀 还是你是我爹呀 你是不是管理太宽了 我就管 我娘没了才多久啊 你就熬不住了 你 你真要找你给我找个正经人家的呀 你上这儿我地方你给我找后妈呀你 姑娘谁给你找后妈呀你 你回去 这不是你来的呀 你回去 你都不走不走不去 快回去 我回来就揍你啊 来来来 你揍你揍你揍你 我看你敢揍你 你这孩子姑娘 阿姨 屋里那芝母老虎她是谁呀 您站在这儿反正也是闲着 不然我跟你一家伙姑娘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 你忙你的啊 你说 顾先生到底是谁 你把她交出来 我看看她得录神仙我 姑娘 我找她去 我找她去 别别别别 我找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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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话 女大当家的 哎呀哎呀我回去找 哈哈哈哈 兄弟你你你 你 我听说了 你跟那个小鬼子那一仗 那真是惊天动地呀 你看我 我还以为你牺牲了呢 哪想到你这命大腐大呀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啊 我有点事想找铁套当家的 这不正好碰上铁姑娘了 没想到在这儿又碰见您了 这都自家园 你敞开说 有啥事 在这儿说怕是不太合适 对 这这这地方是不合适 那这样 咱哥俩也好长时间没见了 咱找个酒楼喝一顿 我请客 啊 好 走 事还没说清楚的干嘛去 你看你这孩子 真我跟武队长谈正事呢 你看这 你看不能耽误正事吗 不行 铁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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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住了 你也知道我这事比较急 要不 把铁大灯叫她借我说说话 走吧 你看你这得谈正事 武队长走走走 办正事 走走走 走 走走 太军了 太军 太军了 太军了 又啥事啊 行 嫂 我们接到任务需要你的配合 又啥事 警官吩咐 我们屋里少 肯定是 按下 后来 要求你们的协助 没没 一定全力配合 全力配合 听到什么没有 葛太元 听不着 就仨小鬼子 那你去叫让兄弟把他全干了 留一个话口完事 万一碰到一个不肯说的呢 老韩奸呢 他怕死肯定说呀 不行 吴忠义不在 万一老韩奸把咱们出卖了呢 这样 我进去谈谈虚实 顺便阵阵这个老韩奸 你回去 回去 看着 看着 兄弟 你受伤了吧 你们是马鲁军 我也是马鲁军 你是哪个部分的 我是副工队的 这算副总义 卫山副 卢大会 副总义是卫山 什么武工队 这副总义不是咱们营长吗 我们是行村里的 行村里的 反正不管啥个数 我们都是自己人 自己人 兄弟 说句实话你说 我信啥子不啥嘛 是不是 要信就信我们自己人 是不是 要不是你们的话 让我命灯没爹了 你恨人啥子 随便吩咐 我绝对不得百点眉头 我小四川就得上刀再下火汗 再说不知 绝对不得低点眉头 前面快到我们潜伏的地方 到那里先把你支架上 那太好了 谢谢 谢谢 快 快 迅速埋伏 快 一定要瞄准鬼子 先不要打伪局 大会 一旦开战 敌人一定是误导射击 你就埋伏到那里 一定等到敌人到了最佳位置 再扔手榴弹 千万要记住 要忍住 咱们一定要最大力度地打击敌人 明白吗 我过来 到 强声一讲你就放飞炮 这样敌人就摸不清我们有多少人了 我们可以迷惑他们 去吧 一定好好完成任务 行啊 小伙 终于跟南门土八路学了两招 中央军不交这个吧 我有我的答法 因是利倒随行就是 我干嘛跟姓武的去 再说了 就他那些点子 要不是从小跟我在私塾里 给我当半毒他憋得出来吗 不许说那么队长会我 卢大贵 你是个军人 你是选择跟我斗嘴 还是服从我的指挥 那你只听队长的 好 这场战斗不需要你了 走人 小家巧占了洗缺窝 马上往外撵人啊 你胆挺肥啊 你看清楚了 这儿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南门武工队的兄弟 你给我打 好 那我走 鬼子要来祸害田家村的百姓 我还不管了 李 李 李师文 你快站住 你 你要是敢走 我跟你说 我这铁沙掌我拍摄你小腿我 你小子还敢威胁我 说 是不是需要我 是不是 是不是 需要我就请我回去 说不出口啊 有一句英文叫 警察 也是请我回去的意思 说 什么 铺 雷 死 铺 雷 死 不是 那 那往地雷上铺 哪又不死的 好 你 铺 雷 死 来 来 来 回来 请我回来 就要服从我的指挥 对我任何的命令 不许置疑 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一次就一次 你这样的兵啊 我还不爱带你 各警官位 准备战斗 走 走 走 好 周一 准备战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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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短棍 你个混蛋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三局 三局 不是瞧一声 是别爆声 他们想吓唬我们 把干 他们是要撤 追 两个港上 港哨附近有巡逻队 总共十来个人 只要出其不意就能干掉他们 又要打仗啊 我们 我们绕过去吧 绕过去得好远哪 老少远点 就绕远点咋 总没打仗枪咋 我还有一人手上喽 拉啥呗 胆小鬼 哪个胆小喽 我 我说的大全是我想的 你都不晓得 前一段时间 我们打仗的时候 我打死我五个人的 好了 小心惊动了鬼子 绕过去是不行的 我们时间不够 只要想点办法 就能消灭他们 想 想啥子办法 你看看 我穿的是啥衣裳 有一 一 或是吗 一 二 一 二 二 呜 追 这次收获真不错呀 这把歪霸子奶先藏着 省得队长看着他眼红 那你还是先藏起来吧 武中义看见肯定没你的份 不是 他这个人哪 能占的便宜一定占 李修伟 不许说奶队长坏话 奶队长杀人 奶比你清楚 别逮着机会就往奶队长身上 泼脏水 奶跟你说 这次是你带着奶吗 打胜仗了 奶不跟你计较 你要在座揍你啊 就凭你 怎么着 有人来了 一闭 别开枪 别开枪 李大当家的 你怎么到这边来了 我碰上武中义了 他让我给你们捎个信 我就赶紧过来 走到前面听到这有枪声 我就赶紧过来了 你过来一看 你们这仗打完了 输活不小啊 谁可好啊你 哪的 子弹不多你别看了 你小子怎么也是 端过我这饭碗呢 你咋这么小去 我 我看看都不行 不就吃你顿饭吗 你赶紧说正事 奶门队长烧啥口气了 八经姐我看看 你看啥 我说你们八路怎么这么口啊 我姑娘都借你们武功的使活了 我开个枪就不行 你把话说明白 借谁使了 我们可连人影都没见着 是吧兄弟们 是啊 我姑娘给武中义带路去了 你把枪借我 我就告诉你武中义去哪儿了 这 这老爷子你真有意思 打仗的时候没你 打完仗出来 要抢要炮的 跟你说吧 我也想跟你们打小鬼子 这不来晚了吗 再说我再到了 我探听点消息 是不是这才搭给你玩 说呀咱队长呢 找郎忠去了 找着没有 那我哪知道啊 反正我姑娘领的去逛区了 你不知道 你不玩玩玩弹枪你 铁大堂家的 你把姑娘交给武中义 你放心哪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吕修文 你再敢说哪儿那个武队长坏话 揍你啊 你刚才说探听到一些消息 什么消息 小鬼子在调动兵力 反正我感觉好像是冲你们来的 这 这有啥稀奇的 小鬼子哪次不是冲咱们来的 来 来了哪就打呗 你怎么怎么能吹啊 就你们几个来了还还还还打 哪 哪们几个咋的了 这些鬼子是不是哪们干的 你看看这才几个鬼子 剩下全是伪军 日本大部队来了 你能打过 你有什么打算 我跟你们说了也没用 你们也说了不算 等武中义回来 让他到寨子找我 你什么意思 我怎么说话就不算数了 你说话当然不算数了 武中义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武中义有什么事 干吗是谁 走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 发现可疑病人随时报告 是 停 好 您要把病人照顾好 明白了吗 谢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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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llars 另外 也要 帮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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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啦 快来人啦 救我 救我 快 奥区 肉鹿です 行 好 中火 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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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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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大哥 这日本人来了 日本人来了 别着急 日本人挺我的 不是 要呢 那好吧 抓紧时间 再三步走 快 让一下 你们怎么把病人带走了 俺爹和俺女人胆子都小 这又是枪火又是炮的 还有黄军搜查 把他们俩给吓着了 一定要回去 医生 回去就回去吧 俺和俺爹都想回家啊医生 好 行了 行了 明天你们要记得来换药书业 一定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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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路军出剑团再次出剑 无关人的 闪开 别浪着躲起来呀 爹呀 宁儿啊 你 人死不能复生 你可别哭坏了身子啊 宁儿 你怎么这么走了呀 你的爹呀 宁儿 爹呀 宁儿 你什么事 太军 你可来了 俺爹被土把鹿给打死了 太军 你可得给俺爹报仇啊 太军 我叫你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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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会儿 原来龙哥龟子的实验警察做这个用的呀 咋个突然说我打就打了呢 那个招呼得不打呢 我了查的都被你们吓出来了 你怕啥嘛 又不打你 人家屋队长说了呢 屋队长 你不是说 不跟龟子进行整面的重突的吗 那为啥突然要打呢 你咋够想念 这个刁包计本来只是个备用计划 但是没想到 鬼子临时对医院进行检查 所以一出城我就发了信号 让鲁大葵他们启动这个备用计划 现在看来 鬼子应该被我们糊弄过去了 只是有个弊病 啥子弊病 天有事 以后只能做个死人了 太君 太君 俺爹是为了给你们办事 才被巴洛给害死的 你得给俺家主持公道呀 太君 这乡亲们都看着呢 俺爹可是忠心耿耿地给皇军办事啊 就落得这么个下场 如果皇军不给俺爹主持公道的话 那以后谁还该给太君办事啊 太君 好 天君的事我会向上门汇报 放心 为皇军办事奖赏大大抵 人都没了要奖励有啥用啊 太君呢 今儿啊 太君都说给咱奖励了 咱就见好就收呗 那这是俺爹又不是你爹 你这老娘们怎么跟你还撇不清了呢 俺是女婿 爹 一个女婿半个儿咋就不是俺爹呢 太君 我跟你说你这个老娘们 胡说八道回去我揍你我 太君 太君了 这老娘们有点糊涂 回去我好好劝劝她 这儿呢 就不劳烦太君了 我呢 得把俺爹弄回去好好的下葬 太君 好 好 这件事不要大张旗鼓 明白明白 悄悄地下葬 这种事知道的人越上越好 好 好 快走 是 快起来吧你把太君子消气了 你不消了你不 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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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说得好了 爹 我把人都找到了 爹 你咋回事呀 听说啊 这是个汉奸 把陆军春天团干了 那可干得真好 想着汉奸就是干啥 嘘 小的人 也不看上这是什么地方 不要命了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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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虎 你醒了 你感觉怎么样 我还活着 你没那么容易死 这条命还要留着大鬼子呢 行 队长 来 喝口水 起来 你小子还谢谢我 先不说你是为了我受的伤 要换成是我 你就扔下我不管了 你小子吓死我了 小虎 感觉怎么样 放心吧 队长 没事 就在那儿 那儿是哪儿呢 大少爷的祖上深谋远虑 早就为我们预备了藏身的地方 好你个五中意啊 你怎么找我们家这儿来了 他们吕家呀 为了防备人家偷他们家粮食 在外边建了个粮仓 里边装了好几千斤粮食 够咱们这些人 在里头吃一两个月的了 那个地方藏身 与合适 对 对 真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姓武大 你在我们家这么多年 是做长工呢 还是做特工呢 好 赶路 吵了你话呢 放开他 你怎么叫你死了呀 他 他 走 走 这就是你 Nossa 坐着 坐着 怎么样 地方不错吧 简直就是世外逃人啊 吕连长 这回谢谢你们家的贡献啊 我爷爷做事 一向是未雨绸缪 我说连长咧 为啥是人家武队长不说 你都不提名这个地方了 可不是嘛 堂堂一个国军的连长 连个小房子都舍不得 跟咱们八路军分享 行行行 少废话 我吕修文是那种没心胸的人吗 我现在看你怼人家屋对咱们 就这么地心胸里抬出 吕修文 群众的眼睛可是血亮的啊 行了 明人不说暗话 我对你武中义就是有仇 但是一马归一马 你们八路军打鬼子是好样的 这点我佩服 只要是为了打鬼子 别说是这儿 就是要门吕家所有的财产 我也在所不惜 看来敌人准备行动了 看来不打疼敌人 他们是不会收手的 敌人要进攻根据地 必然要依赖他储备的后勤物资 根据情报 日军的师团司令部 正在协调其他方面的进攻 他们要求小泉 提供自己储备的军火 小泉不同意 目前他们内部正在扯皮呢 要是能毁掉他们的物资就好了 小泉既要应付上面 又要供给自己 那他们就住进舰州了 肯定没有力气攻打我们了 那我们就炸掉他们的军火库 我们演的雏奸的那出戏 小鬼子必然恨我们入骨 这段时间会调集兵力清剿我们 我们炸了他的军火库 就等于炸了他的腿 让他没办法再进攻根据地 问题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如果要强攻的话 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日军防范严密 军火库不是兵营 兵营顶多是日军的一个指甲盖 军火库是他们的五脏六腑 不管是他们的指甲 还是他们的五脏六腑 为了保护我们的根据地 都要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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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个瓦 咋个瓦 不是写总司啊 就是死 也要保护好我们的根据地 人都死光了还保卫个屁啊 李俊文 你怕死哪不怕 你那是傻 是匹夫之勇 你王八蛋你说谁呢 哪不管什么这个夫那个夫的 就你这种胆小鬼 每天在这儿扶 扶 扶 大葵 坐下 大葵 听队长说 队长怎么可能让大家傻乎乎地去送死 我让大家傻乎乎乎走 我让大家傻乎乎乎乎那种 你不想让自己乎来 我让大家傻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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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看你我哈 他们说什么 他们要这里的坐镖 马上要炸了这里 你不是会说鬼祖王 命令日军 炸了他们的阵体 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你们拿他当神仙 拿他当诸葛亮 我看他连半个臭皮匠也算不上 我们这儿没有诸葛亮 也不是臭皮匠 中国人 有中国人打鬼子的办法 打鬼子打游击的方法有很多 有敲山镇虎 有深东击西 我们这一仗 叫腹底抽薪 腹底抽薪 啥意思 对着 你就直接说我嘛 鬼子不是调来了大部队吗 好 我们就炸掉他的金火库 咋 炸金火库 就咱们几个人 几条枪 怎么炸 拿什么炸 我们可以借兵啊 向谁借 铁大当家的 我们缴获的军资 铁大当家的占七成 我们拿三成 不行不行 吴大哥 我爹那个人啊 送上门来的便宜 他从来都是不占白不占 我去跟他说 怎么都得五五分 铁姑娘 我们武功队主要是打游击 军资多了也拿不了 不如 都给铁大当家的拿去充实寨子 反正都是打鬼子 吴仲义 你知道日军的军火库有多少兵力吗 防范有多严密吗 你以为带几个矿匪就能攻进去 谁说我要打军火库了 我向铁大当家的借兵 是打鬼子的徐家寨兵营 队长 你刚才不是说要炸鬼子军火库吗 军火库是要炸 但是不用我们自己动手 我们得让鬼子 帮我们炸掉他们的军火库 铁姑娘 我想向你爹借点炸药 这个没问题 我爹他们经常去其他矿上偷炸药 你问他要别的 我估计他没有 想要炸药 我爹肯定有 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明天一大早 我们去寨子里找你店 就这儿吧 好 没香瓜了 没香瓜了 你们俩 什么地干活 卖香瓜 你要不要尝尝 太军香瓜甜 解渴啊 有什么用 香瓜可甜了 解渴啊 走 我们走 我们走 太军别生气 走走 太军不生气 太军 太军尝一口 尝一口 我们走 我们走 来来来 好 抬进去 马克 通道抬进去 给我点钱 我卖给你 可以便宜 通道抬进去 马克 走 马克 通道抬进去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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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 看州 款 要 那 已经 摇 了 那 在 吃 醉 到 时间跟预计的差不多 大家各就各位 准备战斗 走 准备 报告 进来 前点个下 接下来八路军的密研 马上找人破译 怎 怎料紧接啊 你进去就是发疯电报 你不说自己是专业人宰吗 现在使用你专业的时候到了 你们这些八路军 你不欺负人 但是为啥是宗主杰 不要命的事情呢 下四川我告诉你 打仗的时候 越是不怕死 就越不会有事 真的呀 你看我不怕死 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那我怕死 我不是仰的活得好好的呀 那是你命大 一会儿进了电报室 就赶你大线身手了 放心 炮过人家 确实不得拉洗白袋 好样的 跟紧了 报告 破除了没有 前点个下 八路军有几套密电系统 我们需要一点时间 要快 这也许是抓住八路主力的机会 属下已经组织人生 争取尽快破译 嗨 嗨 你快打开 快打开 好了 报报 徐家寨兵遭遇八路军大部队攻击 一军攻势猛烈 请休致 难不会说鬼的话咋弄啊 跟着我 别说话就行 万一问他呢 不会问你的 有情况 隐蔽 五中一他们行动了 这跟约定的时间对不上了 五大哥才刚进去 就算行动了 鬼子也不可能这么快赶过来 情况有变化 看来正好有一堆鬼子 到徐家寨兵营来了 那 咱们这组还没准备好呢 这咋弄啊 打阻击 为队长争取时间 枪声一响 他就知道我们这边的情况 准备战斗 不能这么打 咱们就在鬼子兵营附近 一旦开打 不但之前的作战计划泡汤了 而且兵营里的鬼子 要是出来支援 咱们就会腹背受敌 到时候伤亡就会更大 那你说怎么办 派人引开鬼子 让他们动圈 给五中一 争取时间 不过 不过啥 引开鬼子的人 会很危险 这里只有吕修文会说鬼子话 这儿肯定离不开你 我去 南区 都别跟南争啊 这里边南身手最好了 南区最合适 都别争了 大亏说得对 让大区 再婆婆妈妈的 耽误了战机 伤亡就会更大 注意安全 小心点 大亏 要小心 报告 进来 前天阁下 八路军的密电 已经破译 什么情况 八路军的部队 计划在今天晚上 袭击徐家战兵 马上派部队 支援 前天阁下 早些时候 按照林的吩咐 如下已经派出了几支部队 到各处去增援 其中一支部队 增援的目的地 正是徐家战兵 出发多久了 两个小时前 钻起来 应该已经到了 阿西